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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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家居還是寫字樓 如果你有機會大裝修 我相信你除了解決一些 舊有的結構問題 也會因應時代的需要進行優化 尤其當這個裝修工程牽涉的是 市民生活甚至是生命安全 上個月中屯門醫院的新急証室 落成啟用 新裝修的急証室 當然有新的面貌 面積大了、闊了 等候的座位也多了 不過新大樓門口就軌跌了 全世界的醫院急証室都有個特點 就是出入口很明顯 招牌清晰、燈火通明 門口可以停車 甚至有燈箱閃閃閃閃 還有沿途有清晰的世界語言十字的指示 醫院老舊沒辦法 如果有機會翻身 當然要搞好這些設施 但很奇怪 新裝修的屯門醫院急証室門口 竟然是一個鬼鼠狹窄的入口 車開快點也洗過籠看不到 急証室也很低調 沒有閃燈、沒有大光燈 急証室幾個字 甚至被兩邊突出的石屎遮住了 站側一點也看不到 吳芝晴還以為那個是後門 急上來找不到實屬正常 急証室門口沒有停車處、沒有落客區、沒有啞遮頭 病到五顏六色還要淋一陣雨才進入急証室 你們覺得這個門口 是否比較小一點、鬼鼠一點 這裡好像一個後門一樣 有少許倒車落下 他上車在哪裡落下 都沒有人告訴我 當日參觀完新大樓啟用禮的田北辰議員 提出屯門醫院急証室處理的是 全港兩成急証求診的人口 所以這個急証室非常重要 為何要起到這麼低調呢? 況且內部美倫美換 但醫護人手足夠嗎? 門口鬼鼠的問題還可以慢慢改 但醫護缺人的問題就等不得 我們的醫院硬件就一流 但軟件和細節都要追得上水準才行